马路上被碾毙的国一少女 沉湿路中央 肇事的沙石车就停在前方 家属悲痛欲绝 崩溃蹲在马路旁 放声大哭 这起车祸发生在25号下午1点 基隆七堵泰安路 13岁的国一少女 属其福岛完下个回家 却不慎遭左转的沙石车碾毙 警方货报到场 初步研判 沙石车开出停车场 左转时因为视线死角 没注意到右侧行走的女学生 直接碾了过去 家属相当自责 因为平常都是到学校 载女儿回来 第一次让女儿自己走路回家 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隔 沙石车驾驶的酒测值为零 警方已经将她带回征讯 要厘清事故原因 记者朱丁荣 吴亦轩 基隆采访报道 咖啡店门口一名男子拿着一大袋名纸 左看右看确定都没有人后 开始狂撒名纸 从另一个角度看 男子撒完名纸后 还不忘拍照留念才扬长而去 事发在花莲瑞穗的公主咖啡馆 店家认为是因为工资纠纷 才被撒名纸 结果掉出来 哇糟糕 这个跟那个 来跟我说要批草 那个工人长得好像啊 我说这个就是她的样子啊 因为在六月初 咖啡店老板娘受人请托 在园区施肥 但因为草太长 云诺可以请工人来储草 工资由店家负担 储草费用两千元 但对方却请了两个工人 做了三天 向老板娘要六千元工资 老板娘虽不同意 但自认没有沟通号 还是同意付款 然而工人却迟迟没有来领钱 怀疑两名工人 就是撒名纸的嫌犯 询问后两名工人 都否认撒名纸 警方正在调查 厘清影中人是谁 借刘吉娇 王毅德花莲报道 骑士过弯惨衰 车身摩擦 喷出大量火花 骑士也滑行翻滚 撞上路边车辆 要不是后方骑士杀得快 差一点优酿成 罪状意外 同一路段 令民骑士同样摔车滑行 翻滚好几圈 最后重重撞上 路旁车辆 众人站在路口 不停挥手示意 来车赶快减速 想不到还是有骑士 来不及重摔落地 桃圆八的屈心心路 同一时间三人惨摔 竟然是路面游四 酿成摔车打滑连连 而在台中建国北路上 重机不是打滑 而是笔直撞上 轿车左转到一半 重机高速冲上来撞上 骑士当场喷飞 当时引擎声浪正耳欲聋 不难想象重机速度有多快 这重机力道之大 不只重机整台撞烂 骑士也被当场抛飞 民众见状 吓得放声尖叫 幸好骑士命大 除了全身多数受伤 没有生命危险 无独悠 同一天在台中中山路 两辆自小客车并肩 高速行驶 内侧轿车完全没闪 高速撞上等待左转车辆 整辆车瞬间90度翻覆 横躺在分隔岛前 警方调查 轿车驶驶没有酒驾 研判是没注意路况量货 突发路况连连 驾驶上路一定要看好前方 记得金族人尤涛综合报道 行车记录器拍下 沙士车行驶延山公路 右方一辆小货车 路口正要左转 沙士车迎面直接撞上 再往左撞护栏卡住 而货车则反复路中央 现场惨不忍睹 车头面目全非 凹陷碎裂 消防人员立即到场 出动切割器破坏 将受困车内的夫妻 抬上单价送医 车祸发生在屏东方寮 25号上午7点多 一对花店老夫妻 开着货车到殡仪馆送花 没想到才刚离开殡仪馆 便发生车祸 当时货车整辆翻覆 74岁增性驾驶 及72岁妻子 卡在车内出不来 而沙士车则卡在路旁护栏 现场护栏还因此被撞断好几根 增性驾驶人受困车内 救出后送往医院救治 连接车丘姓驾驶人久策直卫林 详细的造势原因 警方正在调查厘清中 夫妻脱困后 送医抢救仍选稿不治 才刚离开殡仪馆 下一秒却遭遇死结 惊悚瞬间令人不胜唏嘘 记者张春华 罗菜瑶 评论报道 刘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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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